很多人说 斯巴达克斯第二季 绝对称得上美剧史上最经典的存在 第三季已经慢慢走下了神牌 但只要你看不第三季就不知道 即使单独将他明出来 依然可以吊打当下99.9%的美剧 自从斯巴达克斯杀死葛雷伯 为妻子报仇血恨后 他的志向就不再局限于 附为了特人的恩怨而战狂 而是为解放世上千千万万 还在受苦受难的奴隶而战狂 斯巴达克斯带领奴隶军团一步 向罗马高跟武器 全国各地的奴隶引接钢而起 曾参加入了他的起义大军 使得整个奴隶起义军的力量越发壮大 一步步威胁着罗马的统治 这样前线作战的两位罗马将军坐立难安 如今士兵们听到斯巴达克斯的名字 就吓得两腿发软 为了寻求支援 他们让明镇官游说克拉苏加入罗马军队 说起克拉苏想必大家并不陌少 他是本季中的重要角色 也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 他与庞培太子 组成了罗马共和国三巨统 同时也是当时罗马最富有 克拉苏城府极深 几个月以来 他天天和一个决斗士练习决斗技前 什么其他的事都不顾 甚至还要求儿子一直在一旁观看 儿子小克对父亲的行为很是不假 他觉得父亲向奴隶求教 是一件十分丢脸的事 但碍于父亲的威严 也只能忍气吞射 不多久 明镇官找到克拉苏 他直截了当地要求克拉苏派兵 并且条件还十分苛刻 克拉苏必须提供一万人的军队 这些人的吃穿用都由他自行负责 元老院没有多余的财力支持 作为回报 克拉苏可以得到这些人的指挥权 但是他在军中的地位 要排在两位将军的后面 按道理说 这样的条件是个人都不会同意 可是克拉苏没有一点讨价还价的意思 直接答应派兵 同时还表示 自己会亲自把派兵的消息送给两位将军 明镇官满意地离开了 小克对父亲的行为十分不悦 克拉苏则回答道 一切都是为了罗马 不要计较个人得失 然而事实真是他所说的这样 另一边 斯巴达克斯的下属找到了他 告知有一对罗马士兵 想从他们的领地闯入 斯巴达克斯当然不肯放过他 于是立即带人杀了博士 他们陆游芬说 将这对罗马士兵禁食人间 就在他们打扫战场的时候 斯巴达克斯从罗马兵身上 搜出一封逆信 信上的内容正是克拉苏准备 轻率一万人的军队 斯巴达克斯立即喊来克雷斯等人 商量此事 大家一致认为 不能让他们两方的军队接头 不然就会形成合围之势 到时候自己这一方 就会父辈受敌 陷入被动军队 于是斯巴达克斯决定 由爱立当带着大部队 去敌人的北边阳光 吸引敌人的注意力 自己则和克雷斯等人 杀进中军大眼 果然不出所料 正在城内的守卫被抽空时 斯巴达克斯等人 成功溜进去 取下了两位将军们人统 而此时的克拉苏 依然在和决斗失恋戒 他下令让陪练的奴隶 拿出全部实力 奴隶坦言自己的顾虑 无论自己输赢与否 势必难逃一死 克拉苏让儿子小克作证 自己如果被奴隶击倒 便赏赐他自由之身 绝不会妄加报复 舍生妄死的两人 还是你让香伯 最终奴隶死在了克拉苏的剑下 第二天 两位将军的死传到克拉苏的耳中 原来这一切都是他的圈套 他不甘心抬在这两个将军的后面 于是想出这个方法 借斯巴达克斯的手 灭掉了两个阵地 这样军队的指挥权 就由他一人控制 纵使名政官已经大概 猜出了克拉苏的轨迹 但是现在没有可用的将领 只能让他同理军队 在一般人眼里 这可能是一堆 看到都恶心的动物内脏 可是在难民眼里 这些却是可以冲击的食物 看到跟随自己的起义军事 这副生活惨状 一旁的斯巴达克斯久久无言 自己口口声声声说 可到头来却带给他们的是 这种食不补福的生物 斯巴达克斯暗暗下定决心 一定要夺下一座城池 以解决粮草补给和安居问题 夜晚时分 斯巴达克斯找外克雷斯等人商议此事 大家一致决定 准备攻下附近一座叫西流艾沙的城市 那里四面环山一守南宫 气候也相当不错 可以短暂地缓解起义军居无定所的问题 但曾经在这座城市居住过的屠夫 告诉斯巴达克斯 这座城戒备十分森严 四周有高高的城墙所立 而且城内的市政官 应担心牟利造福 任何进入城中的人都不得携带武器 所以想要强崩下来 可以说是难于登天 斯巴达克斯逃避再三 决定先派几个人混进去 趁着夜色杀死卫兵 为起义军大开城门 正好潇洒哥说自己认识城内的一名挺将 可以给予他高额报床 让他打造几把兵器 无福也说自己以前的主人 是城里的一个大人物 进城时可以报他的名号 准备就绪后 第二天 斯巴达克斯三人乔装打扮进了城 这个城市果然非常繁华 同时也戒备森严 士兵对着斯巴达克斯等人示意顿盘问 起义差一点就露馅 好在斯巴达克斯 爆出了那个牟利主的名号 总算是有惊无险地混了进去 然而起义刚进城 就看见一群人 正在集市上处罚一名奴隶 奴隶主向众人宣告奴隶的罪行 受斯巴达克斯起义的影响 这个城市的奴隶们也开始蠢蠢欲动 为了杀鸡儆猴 贵族们决定对这个奴隶处于实情 市政官和他的老婆莱塔也在现场 莱塔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 他是本季的重要角色 莱塔想说服丈夫饶为这个奴隶 可是并没有成功 于是他万分生气地离开了 这里的实情非常残酷 就是一群人拿石头把人活佛砸死 斯巴达克斯不想节外生枝 但又人心不理 为了让他结束碰到 他直接一个石头扔过去了结了奴隶的情 但这还是引起了其他人的注意 几人只得匆匆离开 他们来到铁匠部找到那名铁匠 斯巴达克斯给了他一大把钱 让他帮忙打造两把剑 日落前来之 斯巴达克斯和潇洒哥留在城内 克雷四字出城 让爱立刚带领大部队做好准备 很快就到了晚上 铁匠终于把剑做好了 但是因为有宵禁在 斯巴达克斯两人 又是陌生人不能在外面闲望 于是他们决定让铁匠去帮他们打开城门 铁匠一开始是不答应的 但是潇洒哥危险了 我们手里的武器是你铸造 不得以指的同意 此时城外的起义军已经集结多事 克雷斯和爱立当还在焦急地等待着 斯巴达克斯的攻城信号 开门的过程并不顺利 到处都是巡逻的士兵 铁匠集中生智 谎称发现斯巴达克斯的行踪 把一群士兵骗到武器库 然后迅速把门锁了起 听到士兵的喊叫声 斯巴达克斯和潇洒哥及时杀了 他们不管三七二十一 来着其余的士兵就是一顿疯狂砍杀 不得不说 两位竞技场之神的战斗力 走然 他们犹如战神射击一般 领导杀人 所导杀父 正当两人奋力地拉动城门把守时 被锁住的大批士兵塔 封屋门杀了手 千军一发之际 克雷斯和爱立刚等人 从门缝中 优了进 众人抬起城门 大部队犹如潮水一般 滔滔不绝涌入城内 他们势如破址 只几分钟的时间 就将所有士兵屠戮殆尽 城内的奴隶们也自发地 组织起来杀死人力主 煞内间 整座城城的奴隶主 和贵族们的坟墓 莱塔在逃跑的时候 被斯巴达克斯抓住 当得知此人正是斯巴达克斯时 莱塔万分的惊恐 此时城内 倒数是横七竖八的尸体 这当然不是斯巴达克斯想看到 但当想到那些被处于实行的奴隶 斯巴达克斯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抉择 不多久 又一批贵族被起义军揪了出来 正当他们准备杀死这些贵族时 斯巴达克斯还是心冷的制止了众人 正在这时 克雷斯敢不来汇报 说实是政官把自己关在了粮仓里 还在里面铺满了力气 良言要烧掉粮仓 斯巴达克斯让莱塔 去劝劝自己的账目 作为交换条件 他保证不会让手下 再继续屠戮城内的罗马人 莱塔看着囚牢的罗马人 只好无奈地点了点 莱塔接受斯巴达克斯的命令 来到粮仓劝输账目 然而就在市政官分神之际 克雷斯和潇洒哥从后面撑袭 杀死他 祖民看守的士兵 斯巴达克斯也瞅准时机 地边长矛 直接捅进了市政官的嘴巴 莱塔万分伤心 他大声责备斯巴达克斯 然而经历了这么短 斯巴达克斯早就不相信 罗马人有什么信誉可 但为了不继续平天杀戮 斯巴达克斯还是下令 不再惨害幸存的罗马 这个怀有八对月生硬的贵妇 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 起义军中有人拿出一个面包 在夫妻俩面前晃 让他们输出家里藏钱的位置 为了自己的欺儿 小胖告诉了他存放的弟弟 然而就在面包落地的一瞬间 另一个罗马人如狼似虎般冲了不去 两人为了一块面包大打叔叔 就在这时 克雷斯走不来一把拉住了两个 要求两个俘虏进行生死搏斗 赢了的人就可以得到这块面包 而输者就是死了一秒 地旁的铁匠实在是探不下去 赶紧让潇洒哥求情 小胖虽然是罗马的贵徒 但是为人却十分善良 在起义军还没攻占这座城市前 小胖从来没有伤害过任何奴隶 潇洒哥想要阻止 可是却被尼维亚回顿了回去 罗马贵族曾经强迫奴隶 在竞技场生死搏杀 礼工他们消遣娱乐室 又何尝想破奴隶 也是活生生的 我们这样做 只不过是以牙涵牙 在起义军的一片欢呼喝彩中 两个罗马人开始 你一刀我一刀地厮杀着 经过一番苦战 最终小胖赢得了比赛 然而就在他去捡面包时 却被尼维亚一剑砍断了手臂 在他看来 小胖肯定是想拿剑 从背后偷袭克雷斯 铁匠忍无可忍 大声斥责尼维亚的残忍 克雷斯见他欺负自己的女人 上前就要教训铁匠 好在被潇洒哥及时拦了下来 铁匠非常愤怒地帮小胖包扎伤口 斥责起义军的野蛮行径 他们这样做 又和他们眼里的那些罗马人 有什么区别 克雷斯也对尼维亚的所作所为 有去不及 但尼维亚接下来的话 让克雷斯久久无言 在自己还是奴隶 被送到矿区前 他就被当成谢裕工具 送给各个奴隶主翁 他们想弄 他们用各种工具折磨他的身体 这段经历成了尼维亚一生的阴影 而这也成了他想杀进 全天下罗马人的主要原因 另一遍 自从斯巴达克斯带领奴隶军团 攻占这座城市后 他就和爱立冈开始清点库存的粮食 这里所有的粮食 加起来仅够两周的用量 而起义军的人数还在不断增加 这样下去也许不到两周就消耗完了 焦头烂额之时 有四个人带着一个大木桶来到城门下 斯巴达克斯放他们进了城 四人声称是附近的海盗 给斯巴达克斯送来美酒的同时 同目对斯巴达克斯带领奴隶起义的行为 大家赞美 因为他们也同样憎恨罗马人 眼见斯巴达克斯不为损诺 同目便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来意 原来在斯巴达克斯还没攻占这里前 他和前市政官有一笔命运交易 市政官给他开具海上合法的通行证物 他便按照市政官提供的信息 打劫来往的商船 利益五五分成 听到这里 斯巴达克斯瞬间来的兴趣 现在罗马军队对陆地进行了封锁 想要将粮食送到城内难于登天 但是海上运输却唱风无阻 于是他急忙安排人找市政官的印章 准备继续旅行前市政官和海盗的协议 给钱他们让他们帮忙把粮食偷偷地运进城内 可是翻面了宅子也没找到运账 斯巴达克斯不得不找市政官的妻子 白塔帮忙 白塔对斯巴达克斯十分厌恶 就因为相信他 才导致自己的丈夫被杀 加上之前小胖的遭遇 更是让他觉得斯巴达克斯就是恶魔 然而斯巴达克斯对小胖的是一无所知 他并不希望手下乱杀无辜 与此同时 斯巴达克斯接下来的一番话 让莱坦心彻底沉落无底 他一直都认为丈夫是一个正直勇敢 斯巴达克斯给了他一个帮助找到印章的条件 在他们离开这座城市后 会让所有的俘虏重获自由 在这之前 他保证起义军不会再虐待罗马 为了救出其他人 莱塔最终选择帮他找到印章 下午时分 海盗们如期而至 斯巴达克斯趁机提出采购粮食的条件 海盗也不傻 有钱当然赚 于是双方愉快地答应了合作 并约定日落后 在城外一手交钱一手交两 到了交易约定的时间 由于此时的斯巴达克斯 还没有统一战利品管理制度 当资金短缺时 他只能让手下集资出钱 虽然最终东听西凑凑足了买粮的钱 但却惹得一部分人相当不悦 出城前 斯巴达克斯担心海盗会不讲性 于是叮嘱尼维亚 一旦城门在我们背后关上 没有我容许的话 谁也不许打开城门 说完就带着几名强将出了城 然而就在他们交易的时候 城内突然有人报告 说是今早决斗的小胖 带着几十名俘虏逃胖 城内到处没有他们的踪迹 尼维亚顿时慌了起来 担心他们趁斯巴达克斯 不再是聚众造谱 他立即找到早上 帮助小胖说话的铁匠 尼维亚没有给他解释的机会 两人扭打在了一起 由于之前和克雷斯学习不决斗技巧 加上铁匠并没有杀他的因子 最终尼维亚抓起一团的铁锤之间 砸向了对方的脑 对罗马人的仇恨 已经让他蒙蔽了双眼 哪怕这件事真的和铁匠 没有半途而言 另一边 莱塔将这几十名俘虏藏在地窖 自从上次斯巴达克斯言而无信 杀死自己的丈夫后 他再也不相信 这群野蛮人会善待这群无辜的 与此同时 外面交易的斯巴达克斯 进展的也并不顺 他们不知道的是 山顶正盘踞着一群 全副武装的罗马士兵 这群士兵由克拉苏的儿子小赫带领 并监视着斯巴达克斯和海盗的交易 可他们又怎么会出现在身 这个拉里拉他的男人 你知道是谁吗 没错 此人正是大名鼎鼎的凯撒大帝 他从来都没称过帝 却被欧洲史学家认为 是罗马帝国真正的第一代皇 但现在这个阶段 他只是一个没权没势负债累累的落魄小 凯撒的家世十分显赫 先祖中有很多知名的大人物 可此时已经家道末末 凯撒本人有荣有毛 却因了是上级不服管教 被当权者视为眼中低 虽然历过几次战功 但却一直没有得到提拔的净 克拉苏很欣赏他的能力 而凯撒又很缺钱 所以两人很快结成了同盟 克拉苏给凯撒提供金钱支持 凯撒则帮助他打败斯巴达克斯 率领的奴隶起义军 克拉苏也是一个十分有头脑 自从前线两位将军 被斯巴达克斯杀死后 造成对抗起义军群龙无首 于是有权有势的 罗马首富克拉苏自掏腰包 自己建立并集结万人军队 对抗斯巴达克斯的反叛军 想要获取战功 以机身政坛扬名立万 克拉苏的军队已经集结完毕 元老院一直在催促他杀兵 可他却不急着出发 尼在确认战备物资和武器装备 武器采购的工作 是由克拉苏18岁的儿子 小克父子 小克很开心 他十分渴望能担任父亲的强力副将 斩露头角 但是凯撒继的竞争对手的到来 却让他有了些许的担忧 克拉苏在府邸内招待了凯撒 凯撒也不客气 放荡不羁的他 对前来服侍他的女奴克瑞动了小心思 但是他不知道的是 年轻貌美的克瑞 是克拉苏的御用陪睡亲人 正当凯撒想发生点什么的时候 克拉苏及时出现并让克瑞离开了 克瑞被凯撒侮辱的事 也被小克知道了 他和克瑞的关系非常好 克瑞也一直像小妈一样关心着小克 小克想要去找凯撒算账 却无意间听到 父亲和凯撒正在商讨战略 克拉苏把斯巴达克斯研究得很彻底 知道他不往的经历和作战习惯 他认为现在不能用常规的战术击败他 而这正好与凯撒的观念不谋而合 克拉苏像是遇见之鹰一样对凯撒大家赞赏 顺便批评了小克行事的鲁莽 门外的小克偷听到后 他对凯撒的恨意又加深了一层 到了晚上 小克怒气冲冲地找到凯撒 却发现一个女奴正爬在他的大土上 地上也滴下一滴滴的鲜血 小克以为凯撒在满足自己的授予 殊不知 凯撒此举将成为日后击败斯巴达克斯的关键 小克警告他不要跟自己抢副将的位置 同时离科瑞远一 但凯撒怎会被小毛孩的几质化惊议 他直接回顿回去 两人的第一次见面就这样不慌而散 终于到了出征的日子 两人来到了克拉苏的房间 但令凯撒忘了没想到的是 克拉苏还是任命儿子小克为自己副将 并让凯撒辅佐他提前出发 去集结之前两位将军的残余部队 自己则带着主力部队学后出发 凯撒万分不悦 没想到自己堂堂一名将军 居然要听一个小毛孩的命 在克拉苏的一番劝说下 凯撒最终勉强地答应了他的安排 随后两人来到军营外 克拉苏向军队下达了全军出击的命令 不久后 小克和凯撒的先头部队 来到相距斯巴达克斯 一百公里外的地方安营扎寨 正在此时 系流爱沙城的一名士兵向小克报信 说是斯巴达克斯的起义军 占领了他们的城市 话刚说完 就被一旁的凯撒 挥刀卡兹了脑 凯撒生平最讨厌逃兵 此举也是向小克 宣洩着自己的部门 凯撒的跃拳行为 让小克感觉 受到了极大的污辱 他大声呵斥 自己才是这里的老大 同时也借此机会赶走到凯撒 这一举动正中凯撒的下缓 他早就不想与这个矛头小子为伍 此时的凯撒正在谋划 另一个立功的惊天计划 为了证明自己和挽回尊严 小克随即命令军队 准备攻打西流埃沙城 他带着军队埋伏在城外 观察着攻城的有利地形 没想到居然无意间发现 斯巴达克斯和海盗的交易 这让小克万分兴奋 于是立马命令手下将他们全歼 此时的他立功心切 急于打一场胜仗 证明自己的能力 完全将父亲走前的 主托望得一干二几 克拉苏曾严令禁止他 自己没有到之前 千万不要贸然行动 更不能和斯巴达克斯正面交锋 而另一点 斯巴达克斯和海盗的交易 也并不是 斯巴达克斯如约带去了 买洋用的钱财 可是海盗头目去欺赏了他 没有带来他们需要的物资 因为他并不信任斯巴达克斯 正当双方剑拔弩张之时 一只利剑忽然很远方飞了我 事实上 这件事确实和海盗没有任何关系 眼见罗马士兵 气势生凶的扑了本 海盗和起义军同仇敌看 把他们厮杀在了一起 这点罗马兵根本就是起义军 和海盗的对手 可万万没想到 罗马兵大量的后援部队 泡泡荡荡荡地打满 危急时刻 海盗头目突然手持佛马 朝风中抛去 收到信号后 海上埋伐的海盗门 点燃黑武器 射向了罗马军 海盗的战斗力 古然惊人于煞内间 整治罗马军队瞬间乱整一天 他们纷纷丢灰气 假若荒而逃 纵使小克再三命令 不许撤退 但又有谁听他的梦 起义军一箭刺向了小克的身体 好在没有击中要寒 最后在下属的搀扶下心 又不甘地逃离了战场 经此一役 海盗头目和斯巴达克斯之间 建立了信任 两人决定正式合作 然而当斯巴达克斯 等着回到城内 却看到了铁匠的尸体 眼见自己兄弟死去 潇洒哥万分伤心 当知道是尼维亚杀死他时 潇洒哥并不相信 他铁匠叛变的说辞 而朕也将成为日后 潇洒哥和克雷斯决裂的起义 卸货的人不小心 将一罐玉米撒在了码头上 然而下一秒 十几名难民像恶狼一般 蜂拥而至 抓起玉米就往嘴里散 男人冲上去给了难民一群 却被一旁的斯巴达克斯急忙制止 他向手下下达命 每人三天可以抓一把粮食 不止欺负他们 这就是市民目前的生活状况 自从斯巴达克斯率领起义军 占领这座城市后 克拉苏的罗纳大军 就封锁了这里的陆地运输 没办法 斯巴达克斯只好通过海运的方式 蒙海盗纳了 包架购买粮食 可是海盗却坐地起家 说是现在外面战火连天 粮食不好弄到手 于是趁机抬高粮食的价格 斯巴达克斯胆怒不敢连 如果此时和海盗翻来 城内的所有的起义军和难民都将会饿死 所以只好忍气吞声 克雷斯和尼维亚一再劝说 希望斯巴达克斯 处决剩余的罗马夫尔 不能在他们身上浪费粮食 然而却被斯巴达克斯拒绝 如果滥杀无辜 那他们又和他们眼足痛恨的罗马人 有何分 更让他们头疼的事 城外还有大量的奴隶 想要过来投靠起义军 这是他们的同胞 斯巴达克斯当然不可能不接纳他 一个奴隶带来了克拉苏军队的消息 说是克拉苏在离他们不到半天路程的地方安营扎寨 军营面积比西流爱沙城还要大 但是他们并没有要进攻的举动 这样斯巴达克斯等人大呼不及 正在此时 突然有十几个罗马人混在奴隶庄 想要启奴刺杀斯巴达克斯 斯巴达克斯立即下令关闭城门 并迅速解决了克拉苏派来的刺客 眼见这个黄毛怪物 不断捅向其中一名士兵 斯巴达克斯向他表达了胆心 可是他不知道的是 此人同样是克拉苏派来的奸隙凯撒 为了让他证明自己的奴隶身份 斯巴达克斯让他出示奴隶特有的怒目 这次的刺杀行动 让斯巴达克斯愿识到 克拉苏的可怕和暗兵不动的原因 他察现克拉苏的路数和别的罗马将领不同 这个人异常狡猾很难对付 现在城里混了很多不知底细的人 也不知道哪些人是奸邪 斯巴达克斯做出了最坏的打算 如果自己遇刺遭遇不测 就由克雷斯接替自己的位置 他让克雷斯和肖萨哥一起去训练新人 顺便找找可疑的人 自己则带着艾力刚 找到前世正观的妻子莱塔 想要从他口中 问出更多关于克拉苏的信息 但他没注意到的是 莱塔正将十几的罗马贵族藏在马脚下的暗道 莱塔告诉斯巴达克斯 克拉苏是一个诡计多端且很有毅力的 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 他之所以能成为罗马首次 全是因为他用尽手段算计对手 斯巴达克斯这才明白 自己之前杀死的两名将军 也是克拉苏的诡计 之后斯巴达克斯又找到海盗头目 想要谈谈后续粮食采购的事情 但他怎么也没意识到 在这段时间里 城市里即将发生一场惨之人寰的惊天大屠杀 克雷斯和肖撒哥按照斯巴达克斯的吩咐 对新人进行训练 在训练场上 肖撒哥看到了人群中的凯撒 他让凯撒和自己对战 对战中 肖撒哥发现凯撒用剑的技术极其咸爽 不像是普通奴隶的水主 凯撒谎称自己是牧羊人 受过基本的训练 这是肖撒哥和凯撒的第一次交手 虽然凯撒也在战场上拼杀 但远远不是竞技场之神的对手 被打败的凯撒 露出一股异于常人不服输的兽心 这一信号让一旁的克雷斯捕捉到 他立即让手下胡子哥 去验证凯撒的身份 胡子哥也对斯巴达克斯 不杀罗马俘虏 一时万分不捕 于是打算对凯撒进行一项测试 他瞒着斯巴达克斯 囚禁了一个罗马柜子 在这之前 胡子哥对女人进行了草无人道的蹂躏 女人已经伤痕累累 胡子哥要求凯撒 他按照他的方式伤害贵妇 如果不愿意 就证明凯撒有问题 看到自己的同胞 凯撒又怎么忍心下的去住 他向女人说出了自己的身份 并说克拉苏的大军 不久后就会攻下这座城 让女人再稍加忍耐 可是女人只有一位要求 他让凯撒胆紧将自己杀了 这样惨遭折磨的日子 他是一刻都不想待下去 最终 凯撒含着眼泪两结了他痛和生命 凯撒顺利地通过了测试 乌兹哥将贵妇的尸体抱到了广场上 他谎称见着女人想要暗杀自己 还好被凯撒救了 坐视凯撒身份的同时 也点燃地想要杀死罗马俘虏 这批人心中的怒吼 当然也包括克雷斯和妮维亚两人 而另一边 莱塔偷了一些面包 准备带点按到了罗马人吃 一个小女奴无意间撞将的 觉得她的行迹可 于是跟踪她发现了 莱塔私藏俘虏的地方 这个女奴之前被潇洒哥救下 是潇洒哥的小名妹 她找到潇洒哥告诉了她这件事 潇洒哥立马来到马教 发现莱塔私藏罗马人的同时 也知道了好有铁匠的死 是被妮维亚冤杀的 潇洒哥怒不可落 她让手下萨莎把他们绑去 见斯巴达克斯 自己则去找妮维亚算账 可是妮维亚并没有回歹的意思 她表示 只要是罗马人就该死 不欺狂魔克雷斯和潇洒哥扭荡在一起 乌兹哥赶忙过来拉架 可两人已经打得难解盘森 潇洒哥一走 将其底 却被后面看热闹的罗马人用铁链 这一切都被凯撒看在眼 为了将事情闹荡 他直接甩出 逼把鼻子 杀死后母行凶的罗马 与此同时 克雷斯已经被潇洒哥死死了 压在身上 命悬一线之际 尼维亚捡起石头 直接将潇洒哥敲晕了不去 凯撒趁机站出来煽风点火 我们拼了命的造反 难道为的就是为了罗马人 自相残杀吗 在尼维亚的山洞下 克雷斯带领众人 开始了惨绝人 把他俘虏大毒杀 他们不管三七二十一 只要见到罗马人就蜂蜂屠鹿 杀内间 整座城市犹如人间炼狱 陷入了一片血汪洋 另一边 斯巴达克斯已经和海盗头部达成了血液 当小肥充进来 告诉外面的时候 斯巴达克斯立即赶往了现场 而此时的萨莎 听从了潇洒哥的命 他拼死也要将莱塔 等十几个罗马人 带给斯巴达克斯出 可不幸的是 他们正好遇见了 已经杀疯了的起义军 克雷斯随后打到 正当他准备成绝莱塔时 危急时刻 斯巴达克斯及时打 此时的克雷斯已经杀红了眼 他要求斯巴达克斯 亲手杀了莱塔 否则两人之间的友谊 就到此结束 斯巴达克斯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他质问莱塔 为什么要瞒着自己私藏俘虏 斯巴达克斯思考再三 如果自己真的这样 那岂不是和我们的敌人一入祸色 他拒绝了克雷斯的情境 然后下令把剩余的俘虏 带去自己的院子 如果再有人担担屠杀服 不吧 他是谁 下场只有死路一条 克雷斯下定决心 他要带领跟随自己的那一半人 和斯巴达克斯 彻底三道道标 在古罗马的军营中 有这样一种细思疾苦残暴至极的集体惩罚方式 他就是臭名昭著的十一抽杀律 由于屠杀的是自己的战友 而且不于残忍 这项律例在2500年的历史长河中 仅出现过四次 今天有信 你们能看到这四次中 最为著名起血腥的一次 据罗马简史记载 此次惩罚 共有四千名士兵被处以击醒 与命惨死在自己战友的脚下 就在几天前 克拉苏的儿子小克率 攻打斯巴达克斯 可在战场上 有大批的士兵 不听小克的命令 私私撤退 他们对斯巴达克斯的捧惧 远胜他们的将军 小克在战场上负伤 还好被自己的好基友救下 围到军营后 克拉苏勃然大目 批评儿子贸然进攻的同时 也决定对士兵们 执行早期明令禁止的十一抽杀律 他要让白小如鼠的士兵们淋满 当好兵远比战死在起义军手里 更加可怕 小克一看好基友 在被处罚的人群中 于是急忙来到父亲面前求请 可万万没想到 处请接下来的一段话 让小克陷入了深深的渠望 十一抽杀律 就是每十个人 一顶进行抽签 其中有一个会抽到白色石头 九个会抽到黑色石头 抽出白色石头的人 会被九会抽到黑色石头的人 用石头砸 或用蹦棒打死 而抽到黑色石头的人 也会失去原有不代 被降为侍从与奴隶 和妓女住在一起 施的都是最刺等的粮食 这一军法的恶劣 在于无辜者也会遭殃 无论你军衔多高 不准及时 你没有逃 但是只要你的部队中有人逃 你也会跟着一起遭殃 庆幸的是 小克抽到了黑色石头 可当他望向好机友识 小克整个人瞬间闪掉 克拉苏一声令下 残暴至极的集体惩杂正式开始了 害者没有逃跑 还救了自己的好机友活活被 小克的心都要顺 作为战区而言 这是一种醉痛苦 且没有尊严的词 实在不忍心 看着他遭受准备 小克最终含泪结束了他的生了 最终这场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事件 造成了四千名士兵被处死 从难以后 赫拉苏的军队中 再也没有一个人敢敢逃跑 就算前面是刀子纵灵 亦非是万丈深渊 士兵们也会咬着牙流着泪往前冲 就算是有士兵想逃 也会被一旁的战友严厉制止 甚至是当场击毙 至于那些没有抽中过 我下来 他们最终被降为侍从 与奴隶和敬生活在一起 小克也不例外 好极有的死 让他陷入了深深的愧疚之中 对父亲恨之入 从而导致父子俩的关系 产生了裂痕 克拉苏希望通过情人克瑞 改善父子之间的关系 却没想到自己即将彻底 失去最喜欢的你 善良的克瑞 一直把小克当成 自己的孩子一般对待 他找到小克并告诉他 你父亲此举是为了 割发带手 已经均进 他对你的爱超过了任何人 为了报复父亲 小克最终将我找 伸向了父亲最爱的你 斯巴达克斯来到 存放俘虏尸体的杂物件 可蹊跷的是 他并不打算将这些尸体掩埋 而是让手下在尸体上 散烟延缓他们的腐败 因为接下来 他要用这些尸体 满天破海 击溃罗马的万人军团 就在几天前 斯巴达克斯率领起义军 占领了这座城市 由于缺良和对罗马人的仇恨 二把手克雷斯 让斯巴达克斯 杀死城内的罗马夫 可是却遭到了 斯巴达克斯的拒绝 然而就在 斯巴达克斯出门办事的时候 克雷斯在妻子 尼维亚的山洞下 带领奴隶军团 开始了惨绝人寰的 俘虏大菩萨 等斯巴达克斯 收到消息赶回来时 整座城市只剩下 十几名幸存下来的罗马 斯巴达克斯痛心不已 保下这十几名 俘虏的同时 斯巴达克斯严厉警告克雷斯 如果以后再有人 胆敢屠杀俘虏 下场只有死路一条 这一事件 直接导致两人关系的破裂 克雷斯痛下决心 他要带着跟随自己的 那一半起义军 和斯巴达克斯彻底决立 但眼下 克拉苏的罗马大军 已经将这座城市的 外围陆地全部封锁 克雷斯决定合力突破航线后 就和斯巴达克斯 分到扬镳 斯巴达克斯 没有心思理会 克雷斯的盘望 外面虎视眈眈的罗马大军 才是迫在眉睫的威胁 命令手下 给俘虏尸体撒上眼后 他就让爱丽当留在城内 看好蠢蠢欲动的克雷斯 自己则想借用海盗的船 和潇洒哥 一起悄悄出海 师父给海盗头目 一大笔报首后 头目留了一个水手 给斯巴达克斯 自己则留在西流埃沙城 风流快 可是斯巴达克斯 没注意到的是 不远处的间谍凯撒 正在观察他的意志移动 等斯巴达克斯离开后 凯撒故意当着克雷斯的面 说出了斯巴达克斯 出海的消息 得知这件事后 克雷斯更加愤怒 于是带着尼维亚 怒气冲冲地找到爱立冈 爱立冈毫不畏惧地 挑明了立场 他没回来之前 自己什么都不会说 斯巴达克斯之所以出海 是因为从海盗头目口中得知 克拉苏的粮草 会运往西西里头 来到荒岛后 这里果然有一队 罗马士兵在运送粮食 斯巴达克斯等人 运迅雷不及掩耳之时 斩杀了狗人 当打开车厢后 终于确定海盗头目 所言非虚 这就意味着自己 终于发现了敌军的软眉 此时的沉眉 尼维亚从城墙上 看到一对罗马士兵 出现在不远处 于是 五五克雷斯冲出城去 和这些罗马人决意死战 正在克雷斯煽动起义军 出去杀敌时 爱立冈毫不客气地 阻止了他这种 纠战雀巢的心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 斯巴达克斯终于从后门赶回来 阻止了这场道具 当斯巴达克斯宣布 要释放所有的罗马俘虏时 克雷斯大骂他脑袋禁省了 但是迫于斯巴达克斯的威望胜刀 克雷斯最终还是屈从王 斯巴达克斯亲手解开了 俘虏的料好 并向莱塔表达了歉意 如果克雷斯还是这样不服管教 他就会带着忠于自己的那一半人 去西施里 斯巴达克斯不顾克雷斯的阻止 亲自护送莱塔和俘虏们出城 在城门口又是一捧骚动 克雷斯带着人对俘虏是各种收入 俘虏们安全离开后 克雷斯的愤怒值达到了顶峰 并表示随意放走俘虏 会给起义军带来隐化 因为他们在城内 很可能看到或者听到 直到此时 斯巴达克斯才说出了 自己精心布局的计划 自己放俘虏出城 正是为了向克拉苏传递消息 乌人为他准备带领一半军队 前往西西里岛 实际上 克拉苏收到消息后 一定会派大部分兵力 前往西西里岛 就自己的粮草 斯巴达克斯让克雷斯带另一半人 从后门出城 三末米利亚山脉 突袭敌营 打克拉苏 一得措手不及 克雷斯大呼不解 这样一来 西流艾沙城 就成为一座空城 狡猾的克拉苏 难道不会发现吗 这时候那几百具 被严禁过的尸体 就发挥了助力 我们将他们乔装打扮 站立于城墙和城内 给敌军造成城内人数 未解的假象 晚上十分 他们开始按照计划实施 士兵们将尸体 站立于城墙之上 由艾利当等几十个人 觉察到不最近 在无人的角落 他直接拔刀 砍杀了胡子哥的兄弟 胡子哥这才意识到 凯撒是奸行 直接一刀 送开去见了上帝 而另一连 斯巴达克斯带着潇洒哥 早早在码头 等待海盗的船只 可是过了约定的时间 海盗船才迟迟靠岸 更加诡异的是 见面后海盗头目 没有了往日的热情 而是直接亮出了武器 斯巴达克斯意识到 情况不亮 只见船舱里 涌出大量的罗马士兵 凯撒也从城里杀水 趁其不被一刀 捅向了斯巴达克斯的背 好在潇洒的反应急时 一拳将凯撒击开 斯巴达克斯 胆思不得及解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究竟是怎么回事 画面回到 今天下午的罗马军营 来他等十几个 俘虏抵达克拉苏的军营后 立马将自己听到的消息 告诉了克拉苏 一旁的行政官果然上榜 他让克拉苏分一半兵力 举西西里岛为奖 斯巴达克斯 另一半兵力直接攻城 但老谋深算的克拉苏 可没那么少 他身居海盗 向来贪得无厌 既然斯巴达克斯 可以收买海盗 那自己一样也可以 相比之下 海盗头目更愿意选择 和财力熟厚的克拉苏合作 克拉苏这一招反套路 打了斯巴达克斯 错失更强 此时的起义军 还在后门挤警 斯巴达克斯和潇洒哥 陷入了敌军的团团包围之中 凯撒转身带着 十几名士兵 从后门进城 准备打开主城门 让城外集结的 罗马大军进入 眼见罗马士兵 闯了进来 拜立刚立马 从城墙上跳下 带着几名部下 和敌军 展开了殊死勒动 不折不说 决斗式的战斗力的确狂 几个人对战敌军 十几个人 依然不落下风 眼见情势不对 凯撒大海 让士兵胆紧打开城门 关键时刻 一名决斗士 手持俱横 直接踏飘的神机 城门再次被关上 此时的城内 只剩下凯撒一名罗马 他拿起一旁的 力轻拗力扔出 然后又扔出火把 点压了城门 随着燃料不断增加 火势越来越大 与此同时 码头上的斯巴达克斯 和潇洒波 已经无力抵抗 生死存亡之际 克雷斯收到消息 带领起义军杀了苦 随着大部队胆来 局势立马发生了逆准 他们将这群 罗马士兵进出巡舰 当然也包括 那个背信弃义 见前眼拍的海盗头 克雷斯的及时营救 让二人破裂的关系 终不愈好 然而还没来得及场 偷信 克拉苏的大军 就成了海盗船 向这边涌来 此时起义军再撤回城内 已经来不及了 斯巴达克斯 指的下令先向山上撤 另一边 城内的凯撒 已经被艾力冈等人 打倒在地 眼见性命不猛 城门外突然 传来了巨大的撞击声 城门被攻破喉 克拉苏的万人军团 如同潮水板引不进 由于敌人实在太多 艾力冈只好带着寥寥树人 赶紧向后门撤途 最后 克拉苏亲自带军 进入西流埃沙城和凯撒会 他们互管三七二十一 逮着还没来得及撤离的难民 就是一顿疯狂 危急时刻 斯巴达克斯带着潇洒克等 从后门杀了 杀死这里的十几名士兵后 斯巴达克斯终于和艾力冈会 艾力冈倒数他正门 已经被攻破 并且凯撒是内监 听到这里 斯巴达克斯万分自责 这一切都是因为自己亲近海盗 才造成的 但作为领袖 斯巴达克斯很快冷静下来 现在后门的起义军 还没完全彻底 城内也有大量没来得及逃的人 当务之急是 保证他们能安全地 撤离到山上 可是时间显然已经不够了 克拉苏的军队 马上要杀到后门 为了给众人争取撤离的时间 斯巴达克斯主动提出断后 但却被潇洒哥拦了下来 他深知斯巴达克斯的重要性 主播领袖死了 那将是致命的损失 于是挺身而出 由自己去断后 斯巴达克斯知道 每一秒都很宝贵 城内还有大量难民是要撤击 短暂的道别后 便带着克雷斯等人急忙离职 潇洒哥并不是一个指挥忙蛋的 他带着斧头哥来到了粮食库 准备一把火点燃粮食库 吸引敌军的注意力 在这里 他遇到了还没来得及 逃出去的小姨妹 同样身为奴隶 潇洒哥又怎么忍心丢下他不管 于是决定带着小姨妹一起逃亡 正常情况下 看到粮仓起火敌军 一定会奋兵去灭火 可是克拉苏并不是一般人 他没有听取凯撒的建议 而是直接下令全军往后门进发 继续追击斯巴达克斯 眼见计谋没能成功 潇洒哥为了继续吸引敌军 于是他故意暴露自主 和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杀 在战斗中 斧头哥不幸丧生 虽然最终杀光了这一小股部队 但眼下身边多了一个 毫无战斗力的女 潇洒哥只好带着小姨妹先躲了起来 而此时的斯巴达克斯 已经来到了后门 这里还有大量的奴隶 没有撤口 正在他指挥众人撤离的时候 大批的罗拉士兵已经杀了他 为了争取撤离的时间 斯巴达克斯带着克雷斯的 赤子不危地冲下敌军 眼见敌军越聚越多 这样下去迟早会命扫当传 克雷斯集中生智 将一罐利青甩在了起降城门的绳索上 斯巴达克斯心领神会 直接拿起火把甩过去解答了绳索 眼看绳索就要断命 克雷斯找机和逃了出去 只剩下斯巴达克斯 一人还在哭 指称 正在这时 克拉苏和凯撒也打破了 这是斯巴达克斯和克拉苏的第一次见 克拉苏一得意一笑 立即下令将进火珠 可是斯巴达克斯没有给他计划 在城门落下的前一名 终于逃了出去 克拉苏决定将军队 留在这座城市住所 同时命令部队 开始全程搜捕幸存的起义军 而此时的潇洒哥正和小尼妹 躲在马车下的暗道 他们又该怎样逃离 正满成罗马士兵的龙汤 学了 克拉苏的这次胜利 得到了元老院的嘉奖 这是自斯巴达克斯反派以来 罗马军的第一次胜业 克拉苏准备屠杀战俘进攻 还邀请明正官留下来 一起欣赏这场视觉盛宴 明正官欣然同意 带他走后 凯撒对克拉苏不继续追击 斯巴达克斯大呼不及 此时的斯巴达克斯起义军 已经逃到了米利亚山峰 这和当初葛维伯将斯巴达克斯 围困在维苏维伯山出奇的相似 但克拉苏只是微微一笑 仿佛这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 下午十分 克拉苏命人将来他绑进城内 凯撒看到后于心不忍 于是立马让士兵给他松绑 凯撒此行是传达克拉苏的命令 原来克拉苏在府邸 给莱塔安排了玫瑰花玉 莱塔万分开心 唯以为罗马军队夺回西流埃沙场 自己可以重新拥有高贵的身子 可带到克拉苏面前时 莱塔整个人瞬间傻掉 原来海盗头目被砍倒 掉到海底后并没有死 他此行的目的是 讨厌自己的奖赏 除了一传的金银财宝之外 年轻貌美的莱塔 也被当成负赠品送点了海盗头目 与此同时 被小克侮辱的克瑞 也来到了城内 他对克拉苏的触碰 异常戒备和敏感 正当他准备告诉克拉苏 最近发生的一切时 小克走进来打断了他的话 克瑞也不敢再多说什么 此时的克拉苏并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 他安排克瑞去准备食物后 就开始开导儿子 克拉苏觉得 这些天小克成熟稳健的许多 同时向他承诺 不久后恢复他的职务 这次之所以将他叫了 是想让他主持 斩杀俘虏的仪式出出风头 为他以后重新掌握君权铺平道目 向来和凯撒不合 他并不希望甘为人后 为凯撒做嫁衣 但克拉苏却告诉他 聪明人要懂得如何化敌为友 凯撒此人 有荣有谋日后 必定大有作为 如果能与他交好 将来一定会受益无穷 同政之路也会变得更加同场 小克将父亲的话听了进去 然后转头就在酒窖中找到克瑞 并警告他 如果胆胆将自己 侮辱他的事说出去 就让他不得好死 克瑞满脸绝望 但却又无能为力 随后小克又来到凯撒场间 本打算化单个为玉伯 和他好好谈谈 万万没想到 凯撒对着他就是一顿羞辱 就像当初小克对待他的一样 凯撒拿自己的攻击 和小克兵败的是做不就 这让小克无地自辱 于是万分愤怒地离开了 傍晚时分 屠杀战俘的仪式正式开始 相比克雷斯和尼维亚 对待战俘的态力 赫拉苏可以说 要比他们残暴一万 这哪里只是屠杀这般简单 完全是禽兽般对活人 惨之人寰的卸尊行为 看就是卸心的一幕 一旁的罗马军官了 满脸的愉悦和兴奋 这时 明镇官突然想到 这个城市的幸存者 应该回归这座城市 可是克拉苏却说 并没有幸存者 就连行政官的妻子来趟 也离开了这座城市 永远都不会回来 明镇官这才明白 原来克拉苏 想要占有这座城市 明镇官的脸 瞬间硬了下来 他表示元老院 绝不会轻易答应 如此贪婪的妖犬 直到克拉苏说会 送给他一座宅子 还有港口的一部分税收 此时的仪式 也进行到最后一步 按照传统 最后一杀代表着胜利之爹 为了治凯撒于死地 一血前耻 小柯故意煽动现场的情绪 将最后一击的荣耀 交给了凯撒 在这种情况下 凯撒也没有办法 推脱举足的答案 最后一名战俘 正是和潇洒哥 一起的抚伯哥 被刺伤倒地后 被罗马士兵抓了起 小柯的阴谋 但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 他提出要和斧头哥 公平决斗 并大气地给了对方一把剑 不得不说 竞技场的决斗 是战斗力果然果然 即使在被抓之前 受了重伤 对战罗马的高级将 依然占据上方 可是凯撒并不是 只会使用蛮力 他找准机法 一手击在了斧头哥的伤口上 正当凯撒准备 砍掉他的脑袋 斧头哥一剑 刺露了自己的咽喉 使得了自禁 他宁愿以这种 惨厉的方式死去 也不愿成为 罗马人鲜扬战功的奉军 克拉苏站出来 平息了这场荡荡 小柯万分欺负 自己的计谋 不仅没有得手 反而让凯撒 在军中的声望更高 他恶毒地叹向凯撒 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显然不会就此轻易结束 他是斯巴达克斯 四部曲中 众多粉丝 这次还没有一个词子 没有之一 他狭义心肠战斗力爆了 像极了三国演义中的 长山赵总 下面我们来看吧 他是怎样如如人之境 带着两个女人 从万军丛中杀出重围的 就在刚刚 潇洒哥为了掩护 起义军撤退 主动要求留下来 突出敌军 然而起义军安全撤离后 整座城都被 克拉苏的罗马军团战 潇洒哥只得带着小名妹 躲在城内一处 马就下的暗盘 可是危机并没有解除 罗马士兵 还在全城地毯时搜寻 他们拆开每一块地板 是要将没来得及 逃离的难民打进杀绝 正在这时 一名士兵发现了 这里的暗盘 眼看就要被抓住 潇洒哥递叠小名妹 一把离手 并表示如果我被抓到 你最好自行了结吧 因为落在他们手里 远比死亡 要可怕上万倍 说完 便上去和这一小谷 罗马士兵 展开了生死勃杀 听着上面激烈的打斗声 小名妹的心 都提到了嫂子眼上 突然 一把利剑穿透木板 鲜血滴在他脸上 让其绝望万分 看着暗道的门 黄缓打开 小名妹已经举起敌手 准备好了自我了解 两人爬上屋底 这里到处都是 站岗巡逻的罗马士兵 丝毫没有减少的趋势 正在两人茫然无措时 潇洒哥猛然发现 海盗头目绑着 莱塔进入这里的哨港 从海盗头目 和他们的对话中可以听出 这个淫贼为了 满足自己的授欲 准备去前方小屋 满足一下自己的需求 潇洒哥终于想到逃离的办法 他要抢走海盗头目 脖子上科拉苏特批的同行者 不久后 海盗头目将莱塔 败进了一个小房间 然后在他手臂上 落下了自私的专属烙印 可怜的莱塔 正是从一名罗马贵妇 轮为了海盗的女物 正在头目准备发现受益时 潇洒哥气势汹汹地 吵了进来 没有给他说话的机会 潇洒哥提到 就向对方打了不决 作为曾经的竞技场之神 对付这几个小罗罗 完全不叫华气 可是在打斗之际 海盗头目趁机抓住了小弥妹 就在她威胁潇洒哥的时候 丝毫没注意到莱塔 已经来到了她的身后 潇洒哥急忙脱掉 她的衣服和通行证 准备离开的时候 小弥妹不忍心丢下莱塔布 但潇洒哥认为 莱塔是罗马贵妇 无视一路人 不能让她跟在自己一起 没办了 潇洒哥只好伪装成海盗头目 准备带着两个女人 趁着夜色门混出城 在接近城门的时候 潇洒哥看见路边 系着两匹马 本想她抢到马匹 可以快速逃出城 可万万没想到 正好遇见了 当当参加完仪式的凯撒 凯撒认识莱塔 感觉不对劲后 立马拦下他们盘问 眼看就要暴露 潇洒哥立马提刀 展开了舒适衣服 凯撒并不是潇洒哥的对手 潇洒哥一刀将其刺伤 眼见后面的罗马士兵 越聚越多 潇洒哥一讲 踢到一旁的魂横 挡住了士兵的追击 然后转身上马 带着小明媚一路狂奔 此时的三人 已经逃到了城门口 只见这里堵满了士兵 但潇洒哥并没有退缩 他直接冲过去 犹如天神下凡般 对着罗马士兵 就是一顿疯狂凯撒 乱战中 莱塔不是因为刺杀 好在潇洒哥及时救下来 莱塔忍着剧痛 终于逃出了城 后面的潇洒哥 拉起站满僵身的偏长将 一脚将最后一名士兵的脑袋 看着追过来的凯撒 潇洒哥只是轻蔑一笑 他扔下罗马人自认为 高尚荣耀的音牌 然后带着可爱的小明媚 凉长而去 回到指挥营后 受伤的凯撒对着克拉苏一顿抱怨 为什么不下令追击起义军的大部队 再得让我凯撒冒着生命威胁 亲手杀死每一个叛贼 但克拉苏还是一副不急不慢 胜券在我的胎 他让凯撒稍暮躁 自己早已计划好 对付斯巴达克斯的良策 明天日升之时 就将是这群叛军的死期 而此刻 斯巴达克斯的起义军 被困在气温 及DII白雪的米利亚山坡 他们的波动物资严重等缺 许多人坚持不住 已经倒在了风险中 正在几位手里 商量的下一步计划的时候 潇洒哥带着莱塔和小明媚 终于和大部队会 看到潇洒哥安然无恙 大家一场开心 此时的莱塔身受重伤 奄奄一息 斯巴达克斯立即抱下他 安排人对其进行治疗 最后 斯巴达克斯带着潇洒哥 观看了起义军现在的处境 潇洒哥这才知道 克拉苏不着急追击的原因 只见人机罕至的雪山上寸走不胜 左右两侧是高高的山峰 而前方已经被克拉苏 挖出了一条深深的沟壳 上方更是有高高的围墙所谓 这也就意味着 如果克拉苏的万人军团 从后方绷击 等待起义军的只有死路一条 人机罕至的雪山上 一群人冒着风雪 在零下几十度的山顶围成一团 他们中间摆放着 几人能拿出的所有食物 就算是有人已经被冻成了冰雕 也还在虔诚地祈祷 小弥媚华破手指向诸神陷阱 鲜血流到木偶上 而目的是希望诸神 能让这场致命的风雪早点结束 看到这一幕 斯巴达克斯痛心不已 他暗暗下定决心 一定要带领上万人的起义军 脱离罗马军团的包围圈 就在一天前 克拉苏的罗马军团 将走投无路的起义军 逼到了雪山上 这里常年大雪 气候恶劣物资匮乏 左右两侧是高高的山峰 而前方已经被克拉苏 挖出了一条不可逾越的沟壳 上方更是有高不可攀的围墙所力 后方山脚下是克拉苏的 几万人罗马军严阵一面 他们全副武装武器精良 但是并没有急于进攻 而是安因扎寨地带着克拉苏的指 斯巴达克斯曾几次尝试爬步 围墙部位 然而罗马士兵只用站在高墙上 就可以洞悉他们的一举一动 一旦有起义军企图 爬上为强 就会轻而易举地将他们全部射上 此时起义军的尸体 已经堆积如山 看到满地的尸体 克雷斯万分难受 他向斯巴达克斯提出 和后方的罗马大军拼了 斯巴达克斯制止了他这莽夫的行为 罗马军队人数众多且装备精良 又占有绝对的地势优势 而我们的团队里 绝大多数只是普通的奴隶 战斗力很弱 正面冲击无异于 以卵基石自寻死路 此时的西流艾沙城 克拉苏正在和儿子小柯谈话 他对小柯近期的表现非常满意 于是将小柯的台甲还给了他 还恢复了他副将的职位 和自己并肩作战 表面上看 父子之间的感情 似乎恢复了不少 但一转头 小柯就得意洋洋地 找到父亲的情人克瑞 并告诉他自己已经官复原职 而且战争胜利后 克瑞万分害怕 他还对小柯曾经强暴 不自己耿耿怒 于是立马去军营找克拉苏确认 当得知小柯所言非虚 克瑞准备说说他儿子 侮辱过自己的禽兽行为 可还没来得及开口 手下就来到这里抱抱前方 迎战打架 克拉苏让克瑞先回西流艾沙城 有什么事等他凯旋回声再说 克拉苏在两军阵前搭了一个看台 他要给起义军传递一个信号 在罗马军演中 起义军的一切行为 只不过是竞技场上的表演 根本成不了气候 看到克拉苏如此嚣张 头脑简单的克雷斯气到不行 他再次提出 想要冲下山和罗马军决一死战 但斯巴达克斯却异常冷静 他从克拉苏的旁望行为中找到突破 克拉苏将自己的营仗 置身于军队的最前沿 这样就给起义军创造了绝佳的刺杀机会 于是和众人商量 决定带几个好爽 趁对夜色去行思克拉苏 念慕降临的时候 外面风雪大作能见度非常低 斯巴达克斯带人 前进了克拉苏的军营中 轻松地斩杀了几名守卫后 他们竟然轻而易举地 进入了克拉苏的营仗内 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一切原来都是克拉苏的阴谋诡计 只见营仗内的十字架上 绑着斧头哥的尸体 身上还刻着必死无疑 身之中了埋伏 几人急忙逃出去 可是为时已晚 营仗外已经聚集了一大批全副装的势力 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了退幕 众人只得选择硬杠 不得不说 决斗式的战斗力果然猛 面对上百名全副装的士兵他们 依然毫无位阻 在战斗中 尼维亚不幸受伤 就在士兵准备了结他时 斯巴达克斯及时一箭将其算合 然后扛起受伤的尼维亚 急忙率领众人撤离 听见身后罗马兵的羞辱声 克雷斯再也压制不住满枪路 他停下脚步 扭头就单枪匹马地冲回去 一顿疯狂砍杀 看到尼维亚受伤的克雷斯 此刻若无一同往上 顷刻间就解决了这几个罗马士兵 眼见罗马大部队追过来 斯巴达克斯立刻骂醒了 不理智的克雷斯 众人这才有惊无险地 逃回了雪山上 得知斯巴达克斯又一次侥幸逃脱 克拉苏十分生气 为了尽早结束战争 他大半夜地叫醒了小克和凯撒 准备清晨就向山顶发起猛波 克拉苏给两人下达了命令 由凯撒去集结西流艾沙城的士兵 并且要听从小克的指挥 日升之时 在山脚下与克拉苏会 听到这里 一心想要指挥权的凯撒万分不满 自己绝不会听一个箭 都拿不我的矛头小子的指挥 但克拉苏心意已决 如此立功的良机 他当然要留给自己和儿子 他让凯撒在雪山前方的围墙上生的 自己则和儿子带着大军 在后方的主战场发动了 这就相当于让凯撒远离了主战场 没有了立功的机会 凯撒是满肚子的怨气 但是也只能忍然 这时他正好碰见了克瑞 事实上 克瑞早就在这里特意等着凯撒 他向凯撒说了小克强暴自己的事情 现在对小克也只有满满恨 面对共同的威胁 两人很快达成同盟决定扳倒小克 而另一点 斯巴达克斯来到克雷斯的营帐 探望尼维亚 可是却被克雷斯非常不友好的撵了出去 在他看来 正是斯巴达克斯的判断失误 才造成了尼维亚的受伤 他认为斯巴达克斯 不应该和克拉苏挽策离 而是应该主动出击 只要有一息尚存 就应该和罗马人死拼到底 而不是窝在这里毫无尊严地 被暴风雪掩埋 斯巴达克斯劝他要认清现实 一味的蛮干 只会让所有人跟着他一起去送死 但克雷斯十分固执 他准备召集愿意跟随他的人 一起去攻打克拉苏军营 斯巴达克斯想阻止他 可是却被气头上的克雷斯 一水铺耗在了满麦上 两人彻底弹崩扭打在一起 从这一刻开始 也注定了两人分道洋雕的结局 先好潇洒哥和艾力刚赶过来 将两人分态 与此同时 一个更坏的消息传来 此时的起义军军营中 大部分营战已经被大风刮走 人们暴露在暴风雪中瑟瑟发抖 众人只能聚在一起相互取暖 有的人正是在风雪中 祭祀祈祷这场暴风雪 早点结束 即使动得全身 没有温度也在手不息 此时的小明妹 已经被冻晕了不去 好在潇洒哥找到了他 他抱起小明妹 在暴风雪中 两人终于找到可以躲避的地方 潇洒哥早已对这个单纯的女子动了心 而小明妹也一直都喜欢的潇洒哥 两人深知 只有运动起来才不会被冻死 就这样 两人的关系更近了一步 而在罗马军营温暖的营帐里 克拉苏发现暴风雪莱临非常高兴 看来诸神也站在自己这一边 不用等到自己的大军杀上山 斯巴达克斯的队伍 就会先冻死一大半 正在这时 凯撒将克瑞带进了克拉苏的营帐 克拉苏很诧异 如此天寒地冻的天气 克瑞跑到前线来做什么 克瑞不断地暗示克拉苏 小克和以前不一样了 可是克拉苏却表示 小克是自己的儿子 不管他做了什么都会原谅他 克瑞此时才明白 有些东西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注定 身为奴隶 爱情本来就是幻想 他永远摆脱不了被奴役的秘密 陪克拉苏缠绵了最后一次后 克瑞就拿起桌上的匕首 离开了罗马军营 几个小时后 暴风雪终于结束 而祭祀的几人 已经全部冻成了冰雕 部下告诉斯巴达克斯 起义军有将近一千人 在暴雪中丧生 斯巴达克斯痛心不已 而这也将给起义军带来转机 斯巴达克斯找克雷斯商量用法 并告诉他 最近已经洞悉了 克拉苏的阴谋轨迹 克拉苏挖了一条 不可逾越的壕垢 这已经足够截断起义军的 逃跑路线 可挖了壕高 又为什么要建一道 高不可攀的围墙呢 这就说明 围墙的另一边 一定只有少量的士兵看守 到了深夜 斯巴达克斯带上几个将 偷袭了围墙上的手 等他们攻上去后 终于了然了这里的一切 果然如斯巴达克斯所料 围墙另一边 只有几百名士兵把守 碾见大量罗马士兵 朝这边打 斯巴达克斯四人 再次率先崩了下去 和敌军展开了殊死搏杀 与此同时 后面的众人 也纷纷爬上围墙 与罗马士兵厮杀在一起 解决完围墙上的守卫后 斯巴达克斯带领众人旁奔 罗马军营 他们犹如狼 入羊群一般 对着罗马士兵 就是一顿疯狂 砍杀 围墙下的起义军 连用粉口劈开了 一道缺口 众人齐心协力 终于拿下围墙逃出了血山 让人想不到的是 心灰意冷的克瑞 也混在了奴隶队伍子 准备和他们一起逃领 众人百思不得其解 起义军是怎样 话不知不可预悦的豪沟 等他们走进后 彻底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他们在围墙上凿开一个缺口 终于带领几万人的起义军 在绝境中扑为逃离了血山 然而危机并没有解除 从血山逃出来后 罗马军不停地在后面追击 但是每次只派出少量的士兵 干扰他 起义军中有大量的老欧病残 以及平民百姓 为了保护他们 斯巴达克斯不得不停下脚步 如此一来 准备军队的行军速度 就会被拖后 这就相当于给克拉苏大部队的胆来 赢得了时间 斯巴达克斯留下一个活口 想要逼问出克拉苏 还有多久能追上他们 三天后 克拉苏带着大军追到了这 根据尸体的腐烂程度 微断出了和起义军的距离 克拉苏当即下达命令 让全军日夜兼程 一刻不停地追击斯巴达克斯 这让凯撒十分不满 他深知士兵在疲劳的情况下 是不可能击败起义军 但克拉苏执意坚持几件 因为此时的他 已经完全被情人克瑞的叛逃 冲锋了头脑 这时下属不来报告 说是明镇官要来到了军役 原本他打算赶回罗马 向年老院领帮 结果克拉苏让斯巴达克斯 又一次成功逃避 这让明镇官丢进了脸面 于是对着克拉苏大发雷霆 克拉苏承诺消灭反叛军 是迟早的事情 让他继续回去表播 然而明镇官非但不再信任克拉苏 直接上手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从来没见过克拉苏如此不理智 凯撒深知这样下去 肯定会人类全军 于是急忙找到小克 希望他能劝劝克拉苏 保持冷静的头脑 可小克并没有觉得 父亲的决策有何不同 况且他一向探凯撒不爽 所以想都没想就直接拒绝了 凯撒也不再摆出一副求人的态度 直接搬出克瑞 被小克强暴的是威胁小克 如果你父亲知道这件事 想必你面临的不仅仅是 重新剥夺指挥权这么简单 恐怕他还会把你这个 不孝子生吞活泼 听到这里小克彻底慌了 他立马来到父亲的军营 安慰了几句 然后挑拨离剑把矛头指向凯撒 就是因为凯撒违背军令 私自将克瑞带到军营 这才给克瑞创造了逃走的进化 这番说辞果然很有效果 虽然没有让克拉苏憎恨凯撒 但是让他对儿子更加信任 而另一边 由于起义军不停逃亡 减少了资重 造成军队面临着 粮食严重不足的问题 克雷斯劝斯巴达克斯 放弃老肉病残 以及平民百姓 他们既不能打仗 又要消耗粮食 带着他们逃亡 还会拖累整个行军宿命 爱立冈也赞同克雷斯的效果 但是斯巴达克斯并没有努力 而是派潇洒哥独自去前方侦查 看能不能找到 可以打劫的奴隶主庄园 补充粮草 就在军队小些的时候 一个奴隶 在克瑞的指挥下平安身子 这样斯巴达克斯 觉察到克瑞 这个新加入的人非同寻常 当他探见克瑞手臂上的奴隶 印记显示的是克拉苏 立马意识到 他可能是克拉苏派来的间隙 第一问之时 一旁的莱塔 不曾地劝说道 任何想追求自由的奴隶 我们都应该急于保护 可是斯巴达克斯深知 此人并非普通的奴隶 没般简单 直到克瑞将自己 受到克拉苏儿子强暴的 是个合拍扑出 欣然的斯巴达克斯 最终还是放管了 因为自己的妻子 也曾经有过相同的遭遇 新生命的将领 给起义军带来的些许希望 这是一个生来就自由的孩子 同时也似乎预示着 一个重要将领 将在不久后牺涉 晚上十分 潇洒哥带回来一个好消息 他在前方几十里处 发现了一处奴隶主庄园 那里有数不清的牛羊 可以补充军队物资 最后 斯巴达克斯宣布了一个重磅决定 他打算组织人手 晚上去打劫庄园 等到天亮后 再带着大军穿过阿尔卑斯山 然后解散军队 让奴隶们四散逃离 那里是罗马共和国的边疆 就算罗马军队在强大 也没有办法在博外大范围的追捕 听到这 埃利刚和克雷斯顿时炸卯王 如果解散军队 那之前牺牲的将士又有什么意义 还生活在水生火热中的千千万万奴隶 岂不是永无出头之日 而且起义军被打上了反派的烙印 永远都逃脱不了被追捕的恶语 克雷斯提出要和罗马人继续战斗 直到倒垮罗马共和国为止 只有这样才能有无后话 获得真正的自由 斯巴达克斯劝他要认清现实 罗马人不像他想象中的那般脆弱 之前几次胜利只不过是触动了冰山一角 再继续打下去等待起义军的 必定是死路一条 为了不量跟随自己的兄弟们白白牺牲 所以这才迫不得已提出解散的决议 克雷斯没有想到斯巴达克斯也会有害他的时候 取笑他胆小懦弱的同时 也表明了自己要继续和罗马人死战到底的决心 观念不同很难达成共识 于是克雷斯痛下决心 等到天亮后 就带领自己的那一百人和斯巴达克斯森到张标 三更十三 骑义军找到那处山谷中的巨大庄严 这是奴役队伍最后一次团结在一起战斗 众人齐声呐 宣泄着对罗马共和国的愤怒 他们如同王主下山般冲下山河 对着这些曾经欺误他们的奴隶 就是一顿疯狂奴 占领这处宅子后 众人终于饱餐一顿 同时也为克雷斯举办了一场见别晚宴 斯巴达克斯找到克雷斯 两人放下成剑心庭气和地谈起了往事 克雷斯由衷地感谢斯巴达克斯给他们带来的自由 斯巴达克斯也感谢克雷斯这一路对自己的支持 够不是生在乱世 他们或许永远都是生死与共的好兄弟 最后斯巴达克斯又询问了埃立冈的想法 虽然埃立冈和克雷斯过去有成剑 但是这次他选择和克雷斯一起战斗 作为战士 战死沙场才是他的梦想 放羊木马并不是他想要的生活 斯巴达克斯遵循了他的意志又一次和兄弟抱 长久地相处 向莱塔对斯巴达克斯心生爱意 而斯巴达克斯也对这个有爱心的女子有好感 于是莱塔主动靠近斯巴达克斯 两人愉快地为爱鼓掌 天亮后 克雷斯找到潇洒哥 希望潇洒哥也能去攻打伯马 但这一次 潇洒哥选择支持斯巴达克斯 并为他和小弥媚产生了真挚的胆情 这种胆情让他选择追求安冷的生活 克雷斯没有勉强 于是带着一半的奇异军和斯巴达克斯正式告别 两人相视而望 可能他们心里都清楚 这一别将会是永远 你知道扑克牌中的方块 可以是哪位历史人物吗 他是人类历史上最为知名的大独裁者 同时也被大多数史学家 视为罗马帝博的第一位皇帝 没错 此人正是大名鼎鼎的凯撒大帝 可此刻 这是他人生中最屈辱且难以欺耻的时刻 因为接下来 他将被克拉苏的儿子浑狠地打上一阵 就在刚刚 克拉苏得知了奴隶起义军 发生内哄冰增两路的消息 于是兴奋地叫来 复将凯撒和儿子小克分析行事 克雷斯带走的大部分能战斗的 但是人数很少 斯巴达克斯这边人数虽然多 却大多数是老罗富儒和平民百姓 战斗力非常多 无论攻打哪一边都稳操胜权 克拉苏猜测克雷斯带兵西进 肯定是要攻打罗马 凯撒一听顿时急了 于是立马建议先派兵回去保卫罗马 然而小克却提出了不同意见 克雷斯攻击罗马的路上有很多守军 所以罗马并不危险 不如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 先攻打斯巴达克斯 这样就能掐灭源头永绝后患 为此 凯撒和小克又一次争吵起来 回到营仗后 凯撒还想改变小克愚蠢的想法 表示不要为了溜须拍马胡乱出谋划策 可小克生平最讨厌凯撒 又怎么会听他的呢 迫不得已 凯撒只好拿出克瑞遭受强暴的事来要挟小克 三方五次地受到威胁 小克忍无可忍 于是趁凯撒不注意 直接一水壶扣在了他的脑袋上 凯撒也不是好惹 对付一个矛头小子自然不在话 可是里面的打斗声惊动了小克的清醒 他们立即冲进来制服了凯撒 并将其按在桌上摩擦 不可一世的凯撒 就这样惨遭赏课的邻居 如此丑陋的是双方自然都三间齐口 所以此事史书上并没有记者 是真是假眼无穿好正 而另一边 自从克雷斯与斯巴达克斯森开号 克雷斯就率领骁勇善战的骑律军 所向披靡战无不胜 他们势如破竹般 一路向罗马高跟往进 伴随着骑律军的节节胜利 连逐大批的奴隶 也纷纷加入了反叛的行列 如今的奴隶军团 已经增加到五六万 只要击败罗马首成将领艾瑞斯军团 就可以一举攻下罗马 为了补武士气 克雷斯发表了一段慷慨激昂的演讲 随着火球黄黄滚下 克雷斯一声令下代徒称风 浩浩荡荡的骑律军 毫无畏惧地逼迎而上 虽然人数上欺谱相当 但骑律军的士气明显更胜率 他们视死如归地逮着罗马士兵 就是一顿疯狂服务 而正是因为有克雷斯的勇往无前 才使斯巴达克斯的撤离 扭为一口喘息的世界 虽然带着老弱妇如行军异常缓慢 但令斯巴达克斯都没想到的是 后方迟迟没见到克雷斯的追逼 与此同时 在克雷斯的带领下 骑律军浴血奋战奋力拼杀 首成将领艾瑞斯的军团 终于全军顺人 眼看罗马城近在指使 就在众人为胜利康夫的时候 万万没想到 由克雷斯率领的 十几万罗马大军包围了后来 如此看来 骑律军两面遭到夹击 已经没有了退 无奈之下 克雷斯只好是门战齐克 所对方殊死一遍 可是刚刚已经经历了一场惨烈的厮杀 此时的骑律军已经惊涕立即 况且罗马军团人数占据绝对优势 不多久 骑律军就完全败下阵了 此时的艾利冈已经杀红了眼 正当他准备去干吊台撒尸 却不料遭到的小克骑马从背后脱袭 艾利冈身受重伤 已经负伤累累的他 终究还是倒下 此刻的起义军已经穷途落落 但克雷斯不担心 杀死克拉苏或许还有一些生机 他举起长矛就要射杀 不远处的克拉苏 可惜天意弄人 凯撒及时将其拦下并撕打在一起 然而凯撒又怎么不是 无败战士的对手 正当克雷斯准备了解他使用 小克又一次从后面通袭 将长矛刺进了克雷斯的身体 克雷斯的被子 也先倒着这场旷石之战 最终以擒入军的失败而告终 克拉苏所问 他没有杀死尼维亚 反而让他亲眼见证 心爱之人的惨死 因为这是啥 没有什么比亲眼目睹 这爱死去更加痛 两人无助地看着对方 不知道此时的尼维亚 有没有后悟 正是因为自己吹得枕边风 才让丈夫走上了这条不归路 为了让儿子获得更多的绷战 克拉苏最终将杀死克雷斯的重任 交给了小克 自此 一代不朽传奇高炉 不败战神就此欲 可此时的斯巴达克斯 却完全不知情 夜晚时分 斯巴达克斯在野外 发现几名罗马士兵 正在口着一只土坑 于是立马带人杀了过 他们干净立马 直接将几名士兵 全部斩杀盒 在清理尸体的时候 斯巴达克斯发现这群士兵的 盔甲上刻着雄鹰和海豚的徽章 这明显不是克拉苏的不侠 于是立马将这件盔甲 哪得来塔遍 这是罗马三巨头之一 庞培的军队徽章 当时罗马的几大主力 都在国外的战场 主力之一的庞培即将回国 斯巴达克斯心知大事不妙 一旦庞培的军队和克拉苏会 那么等待起义军的 无疑只有死路一条 还没来得及商讨策略 小黑就急忙过来汇报 说是有人骑着马从前方过来 斯巴达克斯立马带人前去查看 还没等走近 此人就从马上跌了下来 众人这才看清 此人正是长途跋涉 奄奄一息的尼维亚 而他的怀中正抱着 丈夫克雷斯的人头 等尼维亚清醒后 斯巴达克斯终于得知克雷斯 牺牲了整个部场 尼维亚说道 克拉苏之所以放他一条生路 正是为了嘲访和激怒 斯巴达克斯 斯巴达克斯和潇洒哥悲痛律绝 但是理智还是压住了 斯巴达克斯心中的怒 如今迫在眉睫的问题 是如何应对庞培军队的道案 斯巴达克斯绞尽脑汁 终于想到了一个对策 不多久 罗马的军营中 一名守卫过来向克拉苏汇报 说是庞培的姓史奉命前来 姓史告诉克拉苏 庞培愿意和他合力奖面 按照庞培的意思 两人各带二十名 随从在两军之间会面 一同商讨对付斯巴达克斯的战略 可是克拉苏不知道的是 这名姓史正是斯巴达克斯派人假冒的 唯独一旁的凯撒 从此人紧张的神情中捕捉到端女 但他并没有拆穿这名姓史 而是打着自己的算盘 他想借此机会 除掉曾经领卤过自己的小克 凯撒不断地怂恿小克 让他代替克拉苏去面见庞培 难得听到凯撒称赞自己英灵神武 小克也就没有怀疑 为了表现自己 他不断地在父亲面前 表决心希望去见庞培 克拉苏最终同意了这一提 第二天 小克带领一队士兵 跟随姓史来到一处临时搭建的亭地 观察四周后 小克嘱咐随从 如果发现不对劲 就立马动手 说吧 就神采意义大摇大摆地走进营帐呗 发现中了圈套 小克立马逃出银杖 然后骑上马就准备逃 可惜一切已经为时已晚 斯巴达克斯一把抓住他的披风 直接将其甩飞在地上 而其余的随从 也全部被骑军控制住 看见小克手中 克雷斯曾经使用过的剑 斯巴达克斯终于知道 正是他杀死了克雷斯 于是当即命令 将他们全部带回军营 看到被活捉回来的 众人恨不得将其千刀万物 克瑞的眼神中正是充满 但斯巴达克斯并不打算马上杀死 而是要用罗马人的方式 举办一场决斗本赛 他要让小克死在决斗场上 以此宽慰那些还活着的 并向高卢战神克雷斯 质疑最后的禁忆 尼维亚之道后万分感动与自责 吊示克雷斯之前 质疑他的权威都是自己怂恿 斯巴达克斯并没有责怪他 而是让他活在当下 而另一点 此时的克拉苏对儿子被抓毫不知情 他还在想着怎样处置这上千名战口 万万没想到 此时的爱立冈并没有死 而是被克拉苏活捉后成了服务 由于他致死不下 克拉苏当即下令 将他钉在了十字架 正在这时 庞培真正的信使来到了克拉苏的军营 见面之后 克拉苏才知道庞培在此之前 并没有对他派出过信使 而庞培有一对士兵也失踪下落不敏 克拉苏这才反应过来 原来自己中了斯巴达克斯的不运气 儿子小克一定是被斯巴达克斯抓走了 克拉苏开始怀疑凯撒是知情 但凯撒极力解释 克拉苏也没有什么证据 只得暂时不去计询 为了救出儿子 克拉苏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于是他想到了用这一千名战俘 和爱立冈去交换前客 克拉苏命令凯撒去做信使 凯撒争辩几句无果后 只得听命行事 在角斗赛开始前 克瑞悄悄去看了一眼小克 小克还望小桃走 他请求克瑞放了自己 并告诉克瑞 只要放他走 就会帮克瑞重新回到克拉苏的身边 然而 克瑞悄者会帮助 一个曾经强暴过自己的人吗 如此壮观的场面 见过 几万奴隶聚集在这个临时搭建的竞技场 斯巴达克斯要以牙还牙 用罗马人的方式 举办一场采聚人环的决斗比赛 并向高卢战神克雷斯 致以最后的景 跨别两年之景 斯巴达克斯等人 再次化身成决斗时 大步走向他们曾经的主场 众人荒乎雀跃情绪高考 只见斯巴达克斯双刀插地 抓起地上的一把黄沙 这片肮脏的土地 满是奴隶们的血雨内 决斗时拼杀正式开始 第一个罗马兵俘虏被带了 但他并不愿意 低下自以为高位的头颅取悦低劲 直接丢掉武器拒绝战斗 眼见这个阵势 后面的罗马士兵 再也不敢拒绝应战 两人合击之下 斯巴达克斯的面部不小心被划了一遍 但他只是轻蔑一笑 只见斯巴达克斯再次将双刀插在地上 然后释手空拳了掌握起 斯巴达克斯套住这名士兵的后脊 一个漂亮的后撤步 拽着对方同空塞起 精准地将其送上了断喉杂 这波操作着实吓傻了另一名士兵 斯巴达克斯一个暴摔将其呼道 然后左右开工 一连贯的动作再也没有给对方楼下半点 完事 斯巴达克斯抽起地上的剑 然后来到这名惊蹄力尽的士兵身后 场面惨不仁 但对于曾经 深受我马人迫害的奴隶们来说 可谓是大派人生 轮到潇洒克上场 作为斯巴达克斯之前的竞技场之士 他是唯一一个通过竞技 获得自由居身的人 他动作飘逸生庆散 曾经在竞技场上立战 十二名决斗士面不可森 对付三名罗马士兵自然不叫花弃 他砍下士兵的头颅 抠向关注 现场的气氛再次被点 其他决斗士也入市上场 对抗罗马士兵无一人实力 最后一个该千刀万剐的人 正是克拉苏的儿子小克 为了让尼维亚报杀夫之仇 斯巴达克斯将首任小克的机会 交给了尼维亚 在长久的战场磨练 和克雷斯的教导下 尼维亚已经不再是 当初柔露不堪的女巫 他下剑快折合 几番打刀下 尼维亚已经完全掌握了主动 观众席上响声雷动 克瑞也看在眼里洗在心 这个曾经凌辱自己的禽兽 终于得到了音乐的下沉 尼维亚一把抓住小克的头 正当他准备 送他去见元王时 身后 突然常来斯巴达克斯的制止声 原来就在当前两人激战时 凯撒带着克拉苏的命令 来到了斯巴达克斯的大阪 凯撒说出了此次前来的目的 克拉苏愿意用 一千俘虏和爱立冈 来换取小克 斯巴达克斯再三确认 这并不是一个圈套 这才赶紧来到竞技场 制止了尼维亚 他向众人解释了 交换人质的事 大家都陷入了沉默 因为这些俘虏中 也有他们的亲人和朋友 斯巴达克斯将换与不换的选择权 交给了尼维亚 尼维亚虽然心有不甘 他还是选择了放过小克 此时的克瑞万分失落 他决定用自己的方式 置小克于死地 时间来到第二天 斯巴达克斯带着人质来到交易地 克瑞马然从人群中冲出 一刀筒洗了小克 虽然克瑞终于报仇了 但这也意味着 斯巴达克斯失去了交易的筹码 大好在 克瑞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 只要将自己交给克拉苏 一样也可以换回人质 不久后 小克的尸体被送回了克拉苏的军营 当看见儿子的尸体 克拉苏背图不已 好在台撒将克瑞带了回来 而且并没有将小克的死因告诉克拉苏 他把这股仇恨全部转移到斯巴达克斯身上 让他死无葬身之地 而起义军这点 当看见曾经的战友们一个个回归 斯巴达克斯乱分胎心 这让他欣慰的是爱立刚的归来 在祭奠克雷斯的葬礼上 斯巴达克斯当着几万奴隶 表明了要和罗马人卸战到底的决心 一场载入史册的曠世大战 正是拉太勒姓 然而斯巴达克斯并不是一个指负马干的 为了分散敌军的兵力 斯巴达克斯采用拔雀战 将起义军分成十几步步的 消息很快就传到克拉苏镇 副将抬撒万分气反 但一向沉着老练的克拉苏 很快就识破了斯巴达克斯的计划 斯巴达克斯此举 肯定是为了迷惑庞培 果然如克拉苏预想被一样 而朕也得起义军赢得了短暂喘息的时间 于是让部下加班加点完成不防 起义军内部大部分是老弱妇孺和平民百姓 能战斗的只有上万人 违京之计只能让能战斗的人拖住罗马军 得老弱妇孺争取一点点时间穿过阿尔威斯山 然后逃到国外彻底躲过罗马人的围剿 对能战斗的人来说 这无疑是一场必死的战争 埃立冈也想跟随斯巴达克斯一起战斗 现在的他就连一把刀都举不起了 随后斯巴达克斯帮着众人收拾东西 莱塔多么希望斯巴达克斯能和他们一起走 斯巴达克斯态度坚决 只有自己亲自出马阻击敌军 才能为奴隶们赢得一线生机 莱塔表示 他会一直守在阿尔威斯山脚下 等待着斯巴达克斯的平安归来 埃立冈再次找到斯巴达克斯 希望能加入战争 此时他的手上已经拨了一件装备 小黑为他在盾和刀上加了不定的锁口 这样就能战斗 曾经和他一起逃出决斗场的兄弟 只剩下了埃立冈 而埃立冈也从未放弃不当初的誓言 誓死也要坚定不移地站在斯巴达克斯的身边 安排好一切 斯巴达克斯正是和无法战斗的能力们告 此时的罗马军营里 克拉苏也在准备着这最后一战 由于上次的叛逃 克瑞的待遇发生了很大的代表 此时的他已经被戴上药口 克拉苏对他的态度也没有以前没有温和 他又一次问起了儿子小克的死因 克瑞说凶手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头 因为不满小克被释放 老头从人群中冲出来捅死了小克 当然这套说辞是他事先和凯撒商量好 克拉苏也就没有怀疑 这时凯撒过来汇报 发现了斯巴达克斯心的距离 克拉苏立刻下令全军出击 到了晚上 十万罗马兵带着投尸车 和弩炮浩浩荡荡向距离进发 斯巴达克斯也不再遮遮掩掩 为了掩护后方撤退 直接率领一万起义军和对方硬帮 开战前 一个士兵送来了克拉苏的口气 说是想邀请斯巴达克斯面谈 斯巴达克斯带着几名弹将来到殖地 两人各自支开手下 开始了一番发自费府的交谈 听到这里 克拉苏开始怀疑 是不是克瑞骗了自己 双方约定天明正式开打 回到营仗后 克拉苏向凯撒询问 儿子小克的死因 凯撒还在极力掩饰 然而克拉苏更相信斯巴达克斯的说辞 纵使对凯撒一顿补打 凯撒也没有透露出杀死小克的真正凶手 克瑞被带了进安 害怕的克瑞终于说出是自己所 克拉苏万分生气 正当他准备杀死克瑞时 凯撒把小克侮辱克瑞的真相说了说 克拉苏彻底崩溃 儿子给自己戴了绿帽子 最爱的女人又杀害了自己的儿子 这世界或许只有握在手里的权利和公民 不会背叛自己 彻底想通后 克拉苏最后一次将克瑞拥在怀中 没人能从他绝情的眼神中猜到 接下来他要怎样处置这个自己 最深爱的女人 而此时的起义军营杖面 斯巴达克斯正在绞尽老师的 想着破敌的策略 在自己的计划中 他需要一个强将领导一千人马 完成一项必死的任务 这时潇洒哥走了进来 他还是那样的放荡不羁 不愿参与起义军的要职和具体策略 直到斯巴达克斯问他 这场战争的胜利应该如何定 这场战争是斯巴达克斯 和克拉苏的终极之战 面对克拉苏装备金狼的十万罗马大军 斯巴达克斯的一万奴隶起义军 是那样的实战力 从纸面上的战斗力来打 这显然是一场必败无疑的战争 但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获得自己 起义军的将士没有一个退缩 听到起义军那边响彻云霄的那 今日他一定要将这群乌合之众杀的片甲物理 伴随着投石车和弩炮投向起义军 斯巴达克斯立即下令向敌军撑去 克拉苏也吹响了进攻的号角 极客下令三万前锋部队 炮号到档前去迎敌 感而令人忘了没想到的是 骑军在冲道和对方相聚一百米时 斯巴达克斯突然下令全军停下了场 只见两军之间 突然惊见一条巨大的沟壑 无数罗马士兵甄甄掉进斯巴达克斯 早就设好了陷阱座 斯巴达克斯当即命令封建手势 这一系列操作给克拉苏 以及凯撒看的目瞪孔带 斯巴达克斯没有给对方反应的事件 他一马当先 跨过陷阱直插敌精心脏 众人紧随其后 逮着手足无措的士兵 就是一顿疯狂砍杀 士气完全来到了起义军阵 杀内奸 罗马兵死伤无数 但令斯巴达克斯忘了没想到的是 为了消灭起义军 不择手段的克拉苏 自然不顾几方三万 士兵的生命 直接下令使用投石车和母号 将目标对准了 已经乱成了一波洲的主战场 阵前顿时哀嚎连连释防便宇 混战在一起的人很多 都被活活烧死 眼下已经没有了退 斯巴达克斯只得命令 剩余的此路军继续往前冲 但前方是克拉苏骑者 七万普等 剩余的只千起义军 无疑是飞蛾扑火 自寻死路 就在克拉苏以为圣阵在卧室 后方不然杀来了 消灭哥帅语有一千 他们以迅雷不吉言而知识杀进 瞬间将敌军阵行撑散 消灭哥命人将投石车和母号 逃转方向 直接射向了克拉苏一方 面对起义军的前后夹击 副将开始慌了提出赶紧撤离 但沉着老练的克拉苏 并没有自乱阵检 他让凯撒率领一万士兵 阻击后方的起义军 自己则亲自上阵 带领剩余的六万部队 继续向斯巴达克斯进发 乱军从中 克拉苏正好看见了 正在拼杀的斯巴达克斯 他提刀上马进直朝斯巴达克斯重去 斯巴达克斯也发现 他踩在尸体上一个飞鸩 直接将克拉苏排上在地 正当斯巴达克斯 准备去两截踏实 克拉苏已经在士兵的保护下 离开了战场 埃利刚带人将斯巴达克斯救出了成为 自己只有去万军从中 许克拉苏审设计 这场敌重魔寡的战争 或许还有无限生机 而肖萨哥这也 纵使知道这是一项必死的任务 但他们中的每一个人 都还在分力厮杀 一个接一个将士相继等下 海塞一剑杀死了尼维亚 他终于可以和克雷斯在下面团聚 此时后方的起义军 只剩下肖萨哥一员 还在苦苦之潮 连山人海的士兵朝他压了鼓 纵使他能以一敌白眼 终究指示 够引在罗马军的步步 离世 肖萨哥再也没有能挣扎的定辞 而另一个人 在十几名士兵的宝布 克拉苏已经逃到了山坡上 正在这时 那个男人终于突破成为杀了 他怒目原争目光如炬 直接杀进人群 就是一顿疯狂屯杀 征战沙场几十载 这还是克拉苏第一次见到如此勇猛决 克拉苏呆愣在原地说不出话 倒好在 毕竟力斩十几名士兵的斯巴达克斯 早已精疲力竭 对付遍体鳞伤的斯巴达克斯 也不是毫无胜算 望着这个自认为 高人一等的罗马全部 斯巴达克斯生物重子 正是在他们的阴霾鲁罩下 千千万万的奴隶 才会生活在水生火热之中 哭不开念 斯巴达克斯每看一把 都会想起那些 曾经被他们害死的亲人和朋友 而真 也是支撑他在绝境下 也要输死 烫针的主要原因 克拉苏终于被击倒在地 可惜天一弄圆 正当他准备两截对方式 一只利剑猛插他的胸口而来 整接着是第二只 第三只 斯巴达克斯拔掉利剑 想要继续捅向克拉苏 可是却再也没有了挣扎的力气 临死之际 斯巴达克斯仿佛看到了 地上的红丝带 这是妻子苏拉留给他的唯一性 也是他此生唯一想要的幸福 且简单的生活 斯巴达克斯想要抓住 可是生在这个人吃人的阶层兽 即使如此尽在知识的愿望 对于千千万万和他一样的人而言 却比登天还难 克拉苏抬起剑 正当他准备杀死斯巴达克斯时 艾力刚带人杀了过来 他一剑将克拉苏击破山坡 艾力刚想要下去杀死他 却发现大批的罗马士兵 已经追了少 无奈之下 艾力刚和小黑只得扶起 斯巴达克斯胆紧抛离 罗马大军完全战 这一切或许都是自己的宿命 剿灭起义军后 克拉苏将所有的俘虏活生生地 钉在十字架上 绵延数十里一眼望不到边 直到他们在烈日暴晒下 全部封城干尸为止 他要借此向所有想要反抗主人的奴隶们宣言 这就是和罗马贵族作对的下场 这其中还包括他最爱的情人克瑞 直到此刻克瑞才明白 自己只是克拉苏养的一条宠物 正在这时 旁裴带着行政官来到克拉苏的军营 因为自己带兵 阻击了另一路撤退的奴隶大军 于是写信向元老院邀功 还获得了元老院的加奖 元老院认为他才是镇压起义军的最大功臣 面对庞培如此厚颜无耻的抢功行为 海撒万分气愤 但在政坛酒精沙场的克拉苏 很快认清了局势 他把剿灭起义军的所有功劳 都拱手让给了如今势力庞大的庞培 以妈猛人心 灭日之下 潇洒哥恍惚间 再次见到自己不板直面剧 可是内心深处却一点都不潇洒 直到他承担了责任选择了担当 才真正体会到了生命本该存在的意义 彻底顿悟后 他仿佛再次回到了自己的主场 此刻 他真正的无愧于竞技场之神 等斯巴达克斯再次醒来时 已经出现在阿尔卑斯山脚下 莱塔果然没有食言 一直在这里等待着他的不板 很多人都为斯巴达克斯打到惋惜 但实际上 这场奴隶起义从一开始 就已经注定了失败的截止 当时的罗马太不强大 加上奴隶制度根深蒂布 虽然罗马有数量庞大的奴隶 但是社会最基础的构成 还是罗马不明 这些罗马不明 是绝对不会允许奴隶去团职自己 因为没有群众基础 斯巴达克斯到死也没有一个自身具体 伴随着斯巴达克斯的重伤去世 这场人类历史上最知名 且影响最深眼的奴隶起义 最终落下了人 两千多年来 我们都记住了这样一个 为自由而战的名字 斯巴达克斯 即使只有他妻子知道他的真理 但这些已经不重要 因为斯巴达克斯 已经由一个人的名字 成为一个象征自由的符号 那些受压迫向往自由的勇士们 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斯巴达克斯